好 接下来美国总统大选的部分 请借大喜来帮我们讲 这一回是川普 川普差一点就遇险了 他在佛州的西宗旅滩 高球俱乐部的活动的时候 枪手被发现藏身在树丛 带着瞄准镜的AK-47步枪 而且呢 两个背包装有陶瓷传 还有GoPro 那现在呢 警方的说法是呢 他距离川普距离非常非常的短 只有365到457公尺左右 那个路透社有曝露 川普发给金竹的电邮 他说我附近发生了枪击 但是呢 谣言满天乱飞之前 我希望你们先听到这件事情 就是我平安无恙 好 现在枪手的这个背景呢 也被大家起底了 特勤干员是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到枪管跟枪手交火 至少开了四枪 但是最后呢 还是被他开车给逃了 不过呢 最后他也是被抓了 从他的一些社群媒体商中的这个贴文 他的贴文呢 竟然是挺台湾还有乌克兰 FBI现在研判说它是一个看似企图暗杀的事件发生 那这名枪手呢 他贴文提到是打算要组台湾的外籍军团 要募5万名的阿富汗士兵来保护台湾 介大使 所以这种很多支持台湾都是美国这种狂人 这种根本不晓得外界世界长什么样子 就是美国的白人大土丹 就是他认为美国是什么替天行道 台湾归了他管 台湾在哪儿都搞不清楚 所以问题就变成这种人美国现在不少 对 可是我们这边有的媒体就把这些人的话当做什么 哇 这个挺台湾不得了 美国民间挺台湾 他根本不是挺谁啊 他就是好战 他就认为美国就是怎么叫 就是世界的什么天兵天将 干他什么事 他现在被关在监牢里面 这个什么事都做不了 对不对 在那边大言跨跨其谈要帮这个帮那个 他是曾经也想到去乌克兰 结果也没去乘啦 对不对 我去的话也好 那个上战场两下下他就已经倒下去了 对 他知道他在那个疯狂的那种想法 那种基本上就是无知啦 这种人就是一个非常无知又非常偏激的美国人 那现在在这个美国这个两党的这个政治气候之下 他被撕裂了 他被这个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撕裂了 他已经发疯了 就这样 所以他才会想要去赤这个 赤这个川普 那这个做事也非常非常的愚蠢啊 对不对 那这种人成的了事吗 那可是就变成就是说他儿子还说 他有美国记者我今天听事情说他儿子说 他是一个非常爱家庭 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人 他一个很爱家庭很温和的 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我只能说美国的政治害了他 美国今天这个共和党的这个 这个总统候选人指的那个民主党候选人 他一讲完他就说他讲的都是谎言 结果呢 美国共和党 川普讲完 那个贺锦丽就说他讲的都是谎言 他在睁着眼说话 说瞎话 跟着美国全世界讲啊 他的竞争之后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骗子 然后呢 他是怎么样 贺锦丽讲他什么 他说你就是一个怎么样 你是一个重刑犯 而且你还是一个性犯罪的一个怎么讲 一个被起诉的人 这就是全世界公然这样讲 然后拜登怎么讲呢 川普怎么讲呢 川普说 我已经为这个国家挨了一颗子弹了 记不记得他在辩论 他说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那些人 民主党 说我是美国民主的威胁 所以很清楚啊 今天 今天川普会被第二次遇刺的话 照川普讲法就是因为民主党那些人 把他污名化了 把他妖魔化了 那是谁把他妖魔化 是美国人自己把他妖魔化的 那美国总统就要选举要选这样 你能怪那些无知无事那些 这些什么 就是说根本不知道 外面世界长什么样子的那些白人吗 就是说自以为自己是优秀种族的 还要替天行道的 对不对 还要叫什么 还要来救台湾的 这些人我接触过 我以前在美国看过很多啊 对不对 那种在美国人这种叫什么 叫white trash 白垃圾 对不对 那他就是这样子啊 他无知无事啊 你以为美国 美国人有多高的水准啊 无知无事 拿个一只AK四股枪就要去把总统干掉啊 就这种人啊 对啊 那美国会发生 只是说这种事情以前没有发生 美国即使在竞选的时候 我在美国看了那么多的选举啊 这两次选举完全人身攻击 完全是人设的毁灭 完全是人设的毁灭 所以这种人设的毁灭 然后又把他们的政见 把对方都妖魔化以后 就把他的支持者都推到两级 两级极为对立 所以现在美国最危险的 还不是现在 是美国选举如果出现一个状况 就跟四年前很相像的状况 对不起 川普又小输 那他的支持者又不服 那怎么办 这一次要再闹起来 可能就不是去年 那个四年前1月6号那个状况 那搞不好更激烈了 你看现在还没选出来 就已经开了两枪了 还会不会继续开 不知道 因为美国现在怎么讲 社会严重对立 然后川普形容的那一些 美国那些非法移民 都全世界最食恶不赦的人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人家吃狗吃猫 人家现在民主党就是不信 所以美国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说会出来这种 去你看一个20几岁的白人年轻人 上次开枪打他的 这是一个58岁的白人年轻人 这些人都疯了 他今天为什么疯了 那要怪美国的政治人物把他们搞疯了 好 将军要帮我们做补充 我这边补充一下 我其实以军人的立场来看的话 这个箱子我为什么会被发现 然后其实因为他枪管漏出来 所以违安人员看到有枪管从书筒里面露出来 然后其实我认为是这个违安人员先开枪的 现在看到枪管他就先开枪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才 那他一听到这个违安人员对他开枪 他马上枪一丢就跑掉了 但是这让我联想到 我每次这个上次汉光演习我一直在讲 但是我们国防部真的很差 这个汉光演习你每次一看那个镜头 你看我们阿兵哥一到什么地方 第一件事就把枪举起来 所以我们战斗教练最基本的教你就是 不射击不出枪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我看到我们国军每一次 人家兵只要趴在一起就马上摆拍 枪就马上摆出来 这不管是在上次我们看到这个宪兵 或者是说在钓鱼的这个河流旁边 都看到这种动作 所以以这个例子 这个射手会被这个违安人员发现 就是他先把枪落出来 所以战场上每一个小动作 你都要注意到 你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 然后第二个我要讲 其实这是川普来讲的话 当然我以这个比较技术层级来探讨 我觉得川普这次命真的很大 因为他用这AK-47的步枪 是非常准的步枪我打过 我这边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那天我是在这边打的 这个所以说给各位看这下面 是证明我是真的有打 然后在美国的一个靶场上面打的 然后那时候我是用立射无依托 完全没有依托 就枪这样举着 然后你知道这种枪有多准 当然我只有25公尺的距离 他跋场只有25公尺 各位看一下 我放个圈圈 他这是我打的这种情形 你看这个枪有多准 他大概你打一个枪 你第二发可以说是就可以直接打到 第一发的那个弹孔上面 可以准到这种程度 因为他是7.65公里 7.62公里的 那我想说这个川普命真的很大 他距离这个你想想看 只有平均大概300公尺左右 如果说这个枪手有受过训练来讲 确实可以他不死即伤